利用奶奶卖惨走红网络 坎坷的身世让人同情 给奶奶下跪更是赚足观众眼泪 她的孝顺也吸引了无数粉丝 没想到一场车祸竟成了她房的开始 从被网友追捧到备受质疑 黄秦经历了什么 黄秦是四川人 三岁没有了父母 和一岁的弟弟奶奶相依为命 因为家境贫寒 黄秦在十一岁时就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小小年纪就尝到生活苦头 黄秦做过很多工作 看到快九十岁的奶奶还要在地里挖红薯时 她决定回家专心照顾奶奶 刚开始她只是记录自己和奶奶的日常生活 视频中的她身材娇小 却能担起数十斤重的粮食 不管是农活还是家务都手拿把掐 因此也被网友称为全网最有利器的女网红 白天忙农活 晚上回家伺候奶奶洗脚 经常给奶奶买一堆营养品 还会背着奶奶走路 网友也十分喜欢这个吃苦耐劳的女孩 黄秦的孝心感动了无数网友 也收获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走红之后 黄秦也开始了直播带火之路 不少网友都为她感到高兴 希望她能实现财富自由 让奶奶的生活越来越好 因此也获得了不少网友的帮助和打赏 直播带火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黄秦走红之后却争议不断 被网友质疑利用可怜的绅士和年迈的奶奶故意吸引网友的同情 实际上坐拥豪宅豪车 孝顺人设也是造假 黄秦真是背景 遭网友质疑 利用奶奶吸粉六百万 因卖惨捞金撒谎成性被封禁 一场车祸彻底让人看清了黄秦的真面目 家境亭寒吃苦耐劳的人设让黄秦吸粉百万 没想到到头来都是一场谎言 黄秦在视频中说自己为了方便带奶奶感急 赤巨资买了一辆三轮车 当粉丝问道为何不买汽车时 黄秦回答说自己条件有限 还买不起汽车 没想到转头就 打脸了 一网友开车时 恰巧与黄秦的豪车发生相撞 当时黄秦十分客气 没想到转头就在网上黑自己 网友这才发现黄秦根本就没有视频中那么惨 不仅有豪车 还有豪宅 视频中的房子不过是他卖惨的工具之一 网友也开始质疑年迈的奶奶 是否也是他赚取热度 博得流量的噱头 甚至有网友爆料 黄秦的父母依旧健在 他的奶奶也是由叔叔姑姑等一起赡养 并不是他口中所说的相依为命 黄秦的人设引起了网友的质� 网友也纷纷劝告黄秦 不要再利用骗人的方式赚钱了 也不要再消费奶奶了 件事情闹大后 黄秦就将这位网友的视频删除了 但这时候依旧于是无补 还是被眼见的网友保留了关键证据 为了赚钱带着奶奶四处奔波 长途跋涉奶奶只能在车子里休息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尽孝把奶奶一个人放在家里不安全 实际上根本不把奶奶的身体放在眼里 撒谎成瘾 靠奶奶卖惨捞金 前男友结婚惨遭群潮 近日百万网红杨 杨绍结婚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本来是值得祝福的事情 没想到却遭到了群潮 结婚前一周杨绍就在网上说自己要结婚了 至于新娘是谁并没有明说 消息一出引起热议 网友纷纷猜测新娘是谁 而网友一致猜测是网红黄秦 因为之前黄秦经常和杨绍一起直播 两人总是以情侣的出现 当时不少网友都支持两人在一起 更是直呼狼才女貌 甚至在某次直播中 杨绍的父亲也曾表示黄秦是他的儿媳妇 并且杨绍还经常帮黄秦干农活 俨然一对小情侣模样 网友还给两人写了一首大游诗 网友都以为好事将尽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两人的分道扬镳 两人突然闹掰 外界对此议论纷纷 杨绍专门发视频解释称 双方是因为分红不均 网友们才知道两人原来只是合伙直播 之前都只是炒作 和杨绍闹掰之后 黄秦又和大叔炒作恋情 没想到也因分歧闹翻 还在网上来了一场口水战 可笑的是 在与两位男网红解除合作后疯狂卖惨 引导自己的粉丝网报杨绍与大叔 除此之外 网友还质疑黄秦哥粉丝韭菜 直播间卖给粉丝都是一堆破烂 这明显的是在欺骗消费者 因此他的账号遭到了大批举报 这也导致店铺差评越来越多 谎言终究走不长远